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坦诚是透过社群网站认识所有的被害者 而杀人是为了钱跟信 其中一名被害男子 时登门寻找失踪的女朋友惨遭灭口 社群网站上一封亲身邀约文 竟然连接到了一场惊世骇俗的粉丝案 震惊日本的90命案发生在神奈川县 警方表示一开始是接到失踪报案 调查后发现失踪女子曾在网上PO文 想找人一起亲身 27岁的嫌犯白石隆浩因此与女子搭上线 第一次约见面就狠下毒手 警方表示一开始是根据线索 跟踪了嫌犯回到住处后进门搜索 没想到竟然发现屋内藏了九颗头颅 白石公称它是为了湮灭证据 在浴室分解尸体 过程中消下来的湿肉与内脏等部分 已经当作垃圾丢掉 头颅等部位则保存在保冷箱里 想到曾经跟尸体离得这么近 邻居们不禁害怕起来 经过初步侦查一号一早 白石被送往地检署 更多案情细节也曝光 虽然凶贤工称是为了钱杀人 最多拿了50万日元 但白石曾自称是刑判 更说自己不缺钱 不过嫌犯也曾跟自己的父亲说 再活着也没什么意义 接着就开始上网寻找同样想亲身的对象 从网络上骗来对人生失忆的被害者杀害后并分尸 而警方表示因为死者全被分尸混装 除了身份辨识难度相当高之外 也要查明到底是不是引人犯案 诸多疑点还有待釐清 天月新闻最后报道 不止这个案子 日本在1996到1998年之间 还有另外一起可怕的连环杀人事件 一名男子为了钱 谎称女友杀了人 一再向女友家人要钱 之后要不到竟然软禁他们一家七口 并且以电击殴打方式凌虐致死 而且还命令女朋友肢解自己家人的尸体 人到底可以多残忍 我已经被人家的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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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到1998年 日本发生了北九州连环软禁杀人事件 受害人数多达七人 手法极其残忍 而整起事件的背后都是这名男子 松永泰一手策划 个性暴力的松永泰曾经是棉被伤负责人 却因为虐待员工遭到同气 为了躲避警方 松永泰与女友叙方淳子 开始扯谎 骗到了有事业梦的山川折眼 被骗得一愣一愣的山川 竟带着女儿一起跟着松永同住 却没想到松永只要一拿不到钱 就会以电击等方式虐待 让山川最后器官衰竭而死 少了这个金主 松永把脑筋动到自己女朋友家人身上 原本就很会说话的松永 把嘴上功夫的本领 发挥得淋淋尽致 让旭芳一家都相信 自己的女儿 姐姐是杀人凶手 生信家人杀了人 续芳一家只敢乖乖听令行事 到处借钱 让松永去摆平杀人案 前前后后总共被骗了 六千三百万日元 等到松永没钱可捞的时候 又开始上演虐待戏码 一家七口 每天只能吃一餐 要不就是吐司 要不就是白饭 还要采取蹲姿吃饭 想喝水得先经过同意 而且规定他们只能睡在厨房 一天不能睡超过三到四小时 也不准盖棉被 当然也没有换洗衣物 天天都得立正站好 不许说话 宛如国王与奴隶一般 才刚做出觉悟的续芳爸爸 没想到竟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61岁的续芳爸爸就这么被电死 而在松永的命令下 纯子把尸体锯成小块 有的丢进果汁机 打碎再丢弃 续芳妈妈受不了打击 精神状况出现异常 担心被邻居听见 松永再度暗示 要其他人去杀了自己的母亲 尸体同样分尸丢弃 之后纯子的妹妹 美婿 外甥女 外甥 相继遭到毒手 短短半年 一家六口全被杀害 而当年 与爸爸一起进到这个家的小女孩 受不了这么变态的行为 趁戏逃跑 才让整个案件曝了光 TV月新闻中报道 1990年代 震惊日本社会的 还有一桩杀童事件 当时的凶手 现在其实已经成年了 而回归社会之后 他还出书写下了新路历程 由于当时正值少年的他 杀死了十岁男童 还在被害人嘴巴 塞了一封给警察的信 之后又接连杀了好几个人 犯过程相当冷血 而他的书因为太过争议 遭到全面下降 简单的封面 写着绝歌两个字 作者叫做前少年A 这本在日本曾经因为 争议太大而下架的书 现在要在台湾出版了 这本绝歌到底写了什么 一切要从二十年前说起 被称为少年A的国中生 犯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杀人事件 1997年身护一间国中校门前 有人目击到一颗小男孩的头 嘴里还被塞了一张书信 少年A在杀了自己的邻居 一名当时只有十一岁的小男孩后 帮自己取名叫做酒鬼 强威圣斗 写了这封挑衅信 塞进死者嘴里送给警察 警方开始扩大调查 才发现事情不是这么单纯 断头案的前两个月 少年A又铁锤狠 敲了当时十岁的山下彩花 送医一周后 山下彩花宣告不治 而在犯案当时过后不到十分钟 少年A又拿着刀刺伤一面而来 当时只有九岁的女孩 肩不疼着地歩着 这瞬间还没有评论 但是 我脑子变得热 所以出血了 杀了一个又一个 少年A总共造成两死 三伤而这些只不过是满足他从小养成的扭曲欲望 少年A最后被判定有性虐待倾向 以及人际沟通上的障碍 被送进医疗服务院接受治疗 被关了九年之后 少年A以成年之滋毁到了社会 但他却为了让自己好过点 在被害家属完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 擅自出了绝歌这本书 交代自己一切的心路历程 绝歌出版后在日本热销 虽然几经抗议而下架 但少年A也因此大赚了 两千万日元的版税 而这笔钱 据悉至今仍然在少年A手里 绝歌似乎让少年A找到喘息之处 但对罹难者家属又是多大的打击 这人性天平始终是难以取得平衡 南韩最近出现了一片记录电影《共犯者们》 片子描述的是2008年保守派掌权之后 李明博跟蒲锦惠这两任总统 如何一步步掌控南韩两大公共电视台的黑幕 继续就来看看南韩独立媒体 打破新闻揭露的真相 时间是2008年地点在首尔 李明博上台 南韩保守派重新执政 新的权力登场了 第一个要整顿的是媒体 他先把手伸向两大公共电视台 KBS先报导了李明博的内阁阁员 负面新闻 2008年8月8号 一群警察强势入侵KBS电视台 他们强势召开理事会 目的是要社长下台 但遭到员工强烈反弹 一个大男人边说边哭 整个电视台气愤肃杀 记者和制作人全都集中起来 要捍卫言论自由 但警方派出优势 警力 甚至有便衣混在人群里 几个手无寸铁的记者 被打趴在地上 满头白发的传播学者 他被歸類為當權者的御用大手 但在權力面前有人不屈服 當時李明博政府決定放寬美牛進口 NBC電視台製作了一系列報導 質疑政策引發了民眾共鳴 他們上街抗議政府 忘顧人民安全 這個時候輿論大爆發 迫使李明博和美國重新談判 不過風暴過後 當權者以NBC的報導 使得政府的談判人員名譽受損為由 下令搜查電視台 但終究當權者贏了 製作人被逮捕 PD手冊 節目被停播 媒體自由多麼脆弱 電影共犯者掌握媒體的陰謀 揭發李明博和普錦慧兩任總統 如何一步步掌控南韓兩大公共電視台 2017年8月新政府上台 兩大地視台重啟罷工 這讓共犯者們這部紀錄片 再度受到矚目 而言論從來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是人們爭取來的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TVBS新聞 綜合報導